看看这是震惊国际了 伊朗真的开火了 这个开轰是在他们凌晨的时间点 有200发飞弹飞向了以色列 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这是有很多民众 现场拍下来的 一个火光在空中爆开 当然很多是拦截系统 把它拦在空中所以爆炸了 但警报大响 吓坏了很多特拉耶夫当地的民众 甚至是躲到防空洞 各种的动作都有 这发生在凌晨 经过后来的盘查 大概已经有185架无人机 110枚的弹道飞弹 跟36枚的巡异飞弹 飞到了以色列去做攻击 伊朗宣布这些攻击 造成乙军的基地损坏 但是当然比较不兴趣 因为攻击的过程当中 有个拦截下来的弹片 击伤了一位小女孩 到底军事地基地的损伤有多严重 现在还在清查 但就是伊朗史无前例去直接攻击 以色列本土 过去好歹透过代理人 或上次大使馆 好歹也不在境内 现在直接两个世仇 直接打到对方的国土上 会不会造成所谓全面爆发的 中东攻击战争呢 那BBC的报导 伊朗的行动正是人人都忧据的情况 一个国家直接攻击 另外一个国家 CNN的报导评论是 伊朗空袭将中东情势推向未知的水域 但同时为了攻击以色列做准备 还不只是空中而已 侵伊朗的民兵演练城市战 我们看到画面可以看到 这些所谓的 有没有可能地面部队也要进攻呢 这个只是一个演习画面 但其中手持的二制半自动的各种手枪 周遭的建筑物风格跟情境 都被说针对性很强 跟加萨地区都很相似 所以就会不会不只空袭而已 还有可能有地面部队 有其他的代理人或其他的盟友来进行呢 但是有一个讯息可以特别观察 因为伊朗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告诫以色列说不要再犯错 也就是说俄国 这个伊朗的外交部说 这个事情把它视为结束了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你们炸到我们大使馆 我已经报复完了 到此结束了吗 那他警告 以色列如果你再犯错的话 伊朗就会做出更严厉的回应 以警告美国不应该插手 如果执意介入中东地区的美军 将会被打击 所以呢当第一时间伊朗突然警告 你不要插手 拜登跟纳坦雅胡还是通了电话 也立刻看到他回到这个 国安团队去开国安会议 开了两个小时 那看起来当中重要的讯息是 拜登跟纳坦雅胡的对话里面 是说如果只有这些空中的 无人机跟导弹的攻击的话 不要回击 只要不回击 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就结束了吗 就比较不会再有扩大的规模吗 FBI甚至说没有发现美国有风险 拜登声明谴责伊朗 告诉以色列总理说 今晚是一场胜利 这个标题意思是什么 他电话里面告诉纳坦雅胡 你这样已经胜利了 面子有保住了吗 伊朗没有造成任何有价值的打击 那美国也不支持以色列反击 这样就有办法结束吗 而纳坦雅胡居然也表示说 我理解说我不要反击 对于美国的这样的要求 所以当中东国家都吓坏了的 这个晚上 约旦的首都上空出现这些闪光 居民都听到了爆炸声 这个是伊朗向以色列发射 飞弹无人机之后 约旦居民就很多都公布了 这样子大家在社群上面 看到的画面 约旦民众还说 起初我们听到远处传来爆炸声 天空就有燃烧闪光一样 看到有东西上升 然后掉下来 约旦政府则是没有正式的发表谈话 所有进出这个所谓被认为是紧张地区 全部绕开 这些飞机 各种民用各种航空公司 包括以色列 约旦 伊拉克 里巴仁这林空 通通都关闭了 谁敢往那里飞 多国相继采取了措施 因应伊朗报复之后可能造成的影响 各种旅行警告 包括澳洲 德汉 沙 航空 印度 波兰等等 通通都对这个地区加以封锁 当然先影响的是比较是经济层面 跟飞航层面 但现在战事是可能真的发动之后 就死结束了吗 还是担心像昨天将军 将军所讲的 就是说他研判认为 是有限的战争 但是更多面的恐怖攻击 亮哥怎么看 因为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 他说这个事情就到此 应该算是告一段落 他用的语言叫 The matter is can be seen concluded 他用concluded这个字 可是这个前提他后面有弹书 可是他说如果以色列在攻击我们 就没完没了这样 所以拜登就立刻跳进来说 他不支持以色列反击 可是拜登讲话以色列不一定会听 因为纳坦雅胡还是有他的 自私的逻辑 他希望能够 他希望黎巴嫩珍珠党最好 能够跟着哈马斯的战争 就以色列有点杀红眼 就干脆一次性把他解决掉 那当然也借此来 让美国被卷进来 那这样美国就不会去搞 要把纳坦雅胡换掉这种 政权变革 因为纳坦雅胡他目前的脆弱的 多数联盟是让只多世袭 只多世袭 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要换人 他是做得到的 所以纳坦雅胡就是要让美国 不得不挺他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希望 在北部另辟战场 因为目前要打 这个加沙的南部拉法 那国际的谴责力道太大了 所以他现在不敢动 而且从这个 我们知道从UNIS那个地方 撤走了7000人 那撤走7000人就掉到北部去了 就是准备要跟黎巴嫩真主党对干 事实上黎巴嫩真主党 也有一个指挥官被杀 所以接下来 坦白讲以色列会不会最 对什叶派的民兵做动作 这当然没有人知道 他不会针对伊朗 可是他就针对这两个代理人 那盛晨旅他杀了两个政府指挥官 那黎巴嫩真主党 搞不好他还会针对某个比较知名的 官阶比较高的做暗杀行动 这没有人知道 那会不会就因为这样真的开打 因为你也看到黎巴嫩真主党在做模拟城市战 坦白讲他们也很想动 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我觉得变数是 以色列会不会听美国的 说你不要再打 有这回事吗 你打人家一下 别人打你一下 好了 算我跟你讲 纽约时报都已经登出 这个内部的内幕 说白宫感到很生气 就是Austin 美国的国防部长 说以色列去轰炸叙利亚 没有跟美国打招呼 是 所以美国国防部其实很生气 说你惹这种事干什么 你在打加撒 你过来惹伊朗干什么 而且你是打人家的使馆 这公然违反国际法 没错 所以伊朗我讲白了 他现在是打以色列几个城市 得逞的几率很低 因为听说大部分都被挡下来 蓝洁系统很强大 对 因为他在找凶手 他事实上在伊朗境内 德黑兰到处都公开贴出来 说要杀五个人 那五个人都是空军基地的指挥官 所以他把那个照片都贴出来了 所以他去打空军基地是对的 因为他就是要报仇 所以目前看来他不会去炸以色列的外观 因为那个是外交人员 跟这次的叙利亚那个摩杀案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是用F-35去丢炸弹 射了六枚导弹 所以我觉得他们知道谁是凶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伊朗会不会用别的方式来弃凶 来杀那几个空军的指挥官 这是第一个变数 那第二个变数就是 以色列不听拜登的话 他继续去打这个黎巴仁真主党 那希望能够引发进一步的战争 我觉得纳坦雅胡越来越是这种心态 就想说必其功于一亿 那最麻烦的是以色列的民调 以色列犹太人的部分 大概有74%的人是支持政府强硬 要打到底 认为不应该跟释放人质来做交易 以色列犹太人是反对的 那以色列里面也有阿拉伯人 阿拉伯赞成 赶快交易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变数 还是会发生作用 非常激烈跟对立的民意 将军怎么看伊朗终于还击开火了 不过看起来目前是有限度的攻击 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这一次又再度的印证无人机UAV 这个将近64%无人机 换叫做无人机在俄乌战争已经印证了 这一次在伊朗攻击以色列 又要印证了 它无人机是主角 巡异飞弹跟其他的这些导弹 那是其次的 它将近60%是用无人机来攻击以色列 你看得出来这方面的主角 在战场未来战场的主角 无人机这不可或缺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 五次中东战争 都是在以色列境外作战 这一次到以色列 炸到以色列家里面去了 从来没有过 以前没有到外面 到约旦 到叙利亚 到黎巴仁去作战 甚至打到埃及 但是这一次的话是在 打进家门 所以这样对以色列的 平民老百姓来看 也是惊弓之鸟 很简单的 就是或者是卑躬蛇影的这种 这种紧张的心情 很久没有了 这一次突然就是展现出来 第三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一次将来 伊朗还要不要对以色列用命 我要看有三个指标 对一个会不会对叙利亚 以色列会不会去轰炸叙利亚 或攻击叙利亚 因为叙利亚有什叶派的 伊朗的部队在那个地方 他会不会去攻击 会攻击的话 伊朗还是会出手 另外一个就是看 第二个是看黎巴嫩 以色列对黎巴嫩 曾祖党的这些民兵 还有他的武装部队 会不会行大规模的报复 会不会 如果会的话 伊朗也会出手 第三个我们看 就是加萨走廊 加萨走廊 伊朗冲突还在那边进行 还没有结束 还没告一段落 那如果他再继续对加萨 尤其南加萨进行 以色列对南加萨进行 大规模的轰炸或报复的话 伊朗也会出手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我们可以推开 这个应该是 逻辑上是成立的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指标 可以看就是 在叶门的胡塞组织 胡塞组织控制了红海 控制了红海之后 会不会有相应的动作 因为胡塞组织后面的 这些大老板就是伊朗 很清楚的 那胡塞组织 会不会有一些 侧应的动作 我认为胡塞组织 也是个指标 这个几个指标 就是看伊朗 还会不会再继续动手 最主要还是觉得 以色列有没有进行报复 第三个我要认为 就是说 这次铁穹系统 也发挥了一些功能 但是问题是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跟无力机对起来的话 算是上市对下市 因为铁穹系统蛮贵的 它一个铁穹系统的飞弹 一个将来 你要换上台币的话 700多万台币 那这样的话 一个无人机很便宜 无人机飞过来的话 一个无人机 大概一两百万 700万可以打 100多万的无人机 越多 会造成以色列 在铁穹系统的耗损 它每一套蛮贵的 每一套铁穹系统 是5000万美金 是非常贵的 它这样在消耗 现在伊朗也在大量消耗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 目前还没有研发成功 所以只有靠铁穹系统 来这边做 它的短程的 最后进步的防御 到这一次 以色列的铁穹 发挥了威力 但是耗损非常的严重 因为都去命中 330多个目标 在空中 摧毁了90% 但是问题是 将来如果还有 第二波的攻击的状况之下 以色列的饱和攻击 会到达一定的程度 这样的话 以色列会持续不下去 所以大概是个国防工业潜力 跟一个 它的战争潜力的消耗 这也是个指标 重点就是华尔会不会有下一波攻击 因为一开始伊朗方面是喊说 我一定要把特拉维夫 移为平地 可是你看看 最新法新社所公布的一个消息 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参谋长 巴格瑞 他的公开谈话 他是说 这次的行动叫做诚实承诺作战 现在在报复伊朗驻军 轰炸他们大使馆这个事情 已经达成了所有目标 看起来目标已经达成了 不管被拦截多少 已经做到了 第一个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 真正的关键其实是4月1号的时候 以色列的F35轰炸机 投了六枚炸弹 炸了在叙利亚的伊朗领事馆 那造成14个人死亡 这里面还有7个 就是圣旅城的士兵 美国完全双标 西方完全双标 如果你美国的领事馆 在这个区域 在非洲也好 在中东也好 被炸死了7个士兵 7位平民 美国会怎么报复 美国航空我们进入过来 完全把你炸掉 过去都发生过 结果在这个事件当中 从4月1号到目前为止 美国完全不提这个问题 其实前两天美国就说 伊朗会采取行动 我们就知道 大概是用无人机加飞弹 地对地的飞弹 加上部分的群艺飞弹 加起来大概300枚左右 加上无人机总共 所以其实这完全双标 那我觉得伊朗 有没有合法的权利 行使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 固有自卫权 我觉得它有 因为这次我看了一下 它是从伊朗的境内 距离将近1500公里 发射这些无人机 然后飞弹 它没有在伊拉克 或者是叙利亚境内的 它的圣城旅 或者是它的这个民兵基地 所以这是伊朗针对以色列 而且它攻击的都是这些F-35 在以色列南部的军事基地 美国跟英国的战机 起飞在约旦上空 拦截掉一部分 然后大部分是这个以色列的铁穹 的这个防卫系统 大概掉了几枚打到了军事基地 所以各位 我觉得伊朗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 合法防卫啊 我是针对你的军事基地 我也没有在打你特拉维夫的民间 因为你先打我嘛 而你不做任何的道歉 圣城旅你有跟他宣战吗 你有跟伊朗宣战吗 圣城旅你说在领事馆里面 做类似这样军事的这个活动 哪个国家没有啊 美国一大堆啊 以色列也有啊 对不对 你先攻击违反国际法 造成人员死亡 我觉得伊朗必须要回应 但是它就停了这边 也就是说300枚针对你的基地 而且知道就算都打到了 也不过就是如此 但是大部分被拦截下来 美国怕拜登怕 这个事情 内坦雅胡会扩大打击 扩大打击拜登就不要选了 但是呢 内坦雅胡 这我刚才亮哥所说的 现在完全掌控不住 以色列也掌控不住他 中东的情势 完全是他一个人决定